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来 接着各大城市都有 北京亮马桥一带周日 星期一 晚间聚集了大量的民众 首举白纸高喊要自由 等口号抗议人潮直至星期一凌晨才散去 有参与示威学生指出 收到校方人员的献告 说他们周围有境外的反华势力 导致群情激愤 有学生回应说 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现在连手机都上不了网 连外界接触都不行 什么是境外势力 结果这个人败走 小粉红就是这样一回事 不单只是这样 在上海现在开始全部这样查封 所有人只要有聚集的地方 尤其他们针对的就是年轻人和大学生 他们检查你 首先就要看你身份证 第二就是看下你的手机 你不给都不行 这个是一定 跟着还很大声的你投诉我 当大面积查手机的时候 第一 中国共产党真的怕你串联 所谓的串联就是什么 就是会不会你跟其他人一起 中国最怕的就是 你们串联起来 这样的力量就会大很多 所以要查手机 第二 现在开始营造一个气氛 当然香港榜上有名 香港就是直接影响大陆这一次的白纸革命 不单只是这样 还要查你的手机 有没有Twitter 有没有Facebook 有没有YouTube 跟着新东西 责名资料给你离开 其实这些 他就确作了 你有没有境外势力 你只要翻墙 他就定性有境外势力 作为后盾 甚至 在影片那里看到 看到有Telegram 大家都知道 在每一次的运动中 Telegram是多么重要 结果 大陆现在开始严查 严查 这些事 这样直接就说给大家听 有境外势力 在推特上高 在Facebook上 所以风控外国是正常的 敌对反马势力 就是这一次的主因 跟着你就见到胡锡进出来洗地 他说 是啊 是应该走向群众的 开始要有放宽 但是 我们严防境外敌对势力 这句话说了七十几年 不是敌对势力 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他们 行的社会主义 并不是儒家思想 是境外势力 还是什么人 更重要一点 开始惯用的伎俩在香港 你就看到了 接着就说 有些人 在南京 在上海 是收了500元人民币 站出来的 当然了 很快就可能真的会有人出来说 自首 我是有人给了500元我 还是外国领事馆 这些都很有可能 但是今天已经开始 为整个的白纸革命 开始 开始什么 开始造势 开始定性 所以上海的大学生 各地的大学生 你们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已经来到这里 你只要有这个APP的话 你分钟 你就会秋后算长 你走得开 你家人避不开 有个网友他提供 他说 只要解决这些事很简单 如果想更加多人参与的 除口罩 全部除口罩 就是说我不相信你的防疫政策 我不相信有病毒 接着就打烂了摄像头 这样就无法追踪 第一 除口罩不除口罩 其实你戴着手机 他知道你在哪里聚集 其实没什么用 第二 由头到尾 所谓的天眼一人有三个 你有些在电灯处上高 跟香港不同 香港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当他无孔不入 所有大街小巷都有的时候 就未必做到 再加上 现在他已经定调了 定性了 现在永远都是 给你放飞一阵 接着就看看 怎样开始收紧 当你们开始力竭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 开始见到上海 在杭州 见到北京 开始人潮 开始谈 用这样的趋势 来到我见你一个 查你一个 当然有一些 开始爬 接着就将你们 定性为 境外势力 敌对势力 接着就不明 真相的群众 就会出现 接着就会凌承了 有两派人 一派人就是 不明是非的群众 一些就是 勾结外国势力的群众 最重要的是 他收了钱 接着就拿你的手机 这些人就会 站出来跟你说 你看看 没有敌对外国势力 他们有YouTube 他们有Facebook 他们有Tutor 他们有Telegram 这个是中国惯性的伎俩 事实上香港人 以前不懂 但是 经过了 一二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全部都知道 我们这十年里面 令到香港人 很明白这些 究竟是发生着什么事 当然了 对白纸革命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问我 始终都好 人命最大 如果有学生 当然有些人 是应该要自我小心点 因为始终都好 面对权力 如果不是大量的人 站出来的话 那就相当危险 十个救火的少年 其实从来都发生着 这首歌 是讲抗争运动 是讲得最好 即使形容香港都不为歌 香港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 而中国大陆 也都是 先走了有钱 先走了中产 接着留下一些学生 现在他们站在那 境外势力 很小很用 中国共产党 玩这招玩了七十几年 他们纯属到一个点 五百元 跟着走出来 冒着被中国的打压 三代都有问题 因为爷子 孙 都分分钟 被剩五百元 谁做 但是 现在大陆就吹着那种风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我丁纳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